大家好 昨天我就看了一篇文章 结果那个标题我给忘了 但是我把这文章给copy下来了 放到我那word文档里面 算了,我给它起一个标题吧 就是说 谁向美国提供病毒数据资料库 这个是中共官员泄密的可能性 较大 这文章咱们一边读 8月5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正在审查一个来自中国 含有大量新冠病毒基因数据库的资料库 多位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告诉CNN 这个巨大的信息目录 包含从武汉实验室研究的病毒样本中 提取的基因蓝图 美国情报部正利用能源部 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获取病毒信息 这些实验室有17个精英政府研究机构组成 报道称 美国官员希望这些信息将有助于最终确定新冠病毒的来源 5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界在90天内向他提交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 目前90天的截止日期正在时间正在临近 这个是5月26号 这个是5月26号 如果讲90天的话应当是8月26号 8月24号就应该出来这个报告 我记得好像是拜登说如果这一次不出来的话 然后接着再继续再调查 是不是 然后 直到到最后 一定要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才可以 目前90天的截止时间正在临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 无疑增加了人们对揭开了新冠病毒源头之谜的期待 中国政府自然清楚美国调查报告的震撼力 外交部战狼和党媒也在加紧开展舆论战 将矛头指向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美国情报机构能够解开病毒源头之谜吗 谁是武汉病毒研究实验室基因数据库资料的泄密者 你看他提到这个泄密者 那么他这个第一段的他写的是什么 第一 美国能解开病毒来源吗 这是第一问 他说是在这个拜登总统要求情报机构提交调查报告之前 美国情报机构一直对病毒源头存在两种观点 对 这也是我们那天说的 一个是来自自然界的动物 一个是源自病毒实验室泄漏 当然也包括两种情况的某种组合 就是都有可能 也既来自实验室泄漏 又来自自然界的动物中间宿主 然后再传给人 CNN曾经报道 负责监督90天审查的拜登高级政府 高级官员认为 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认为 病毒意外的从武汉一个实验室逃脱的理论 至少与其在野外自然出现的可能性是一样 一样可信 就是两个 就是可信 就是可信度 就是可能性 百分之五十五十啊 那么美国情报部门目前还没有公开 8月2号 美国国会众议员共和党率先公布了最新一项COVID-19溯源报告 称证据优势显示啊 疫情爆发源于一种基因改造病毒 并称大量证据显示这武汉实验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 这个我那天做 我我我回头 我会把那期视频放到我这一期视频的最后面啊 下面链接我我看我能找到 我也放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那期那个视频啊 就是共和党人率先就是出了一份报告啊 就说这个基因的啊 病毒基因就是是被改造了啊 而且称就是大量证据显示这与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 报道称我们现在认为是是呃是时候彻底排除海鲜市场 就那华南海鲜市场为疫情源头的可能性 我们还相信多项数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出来的 发生于2019年9月12号之前 今年初嗯世界卫生组织曾派出专家赴武汉调查溯源 后调查报告排除了武汉病毒所泄露新冠病毒的可能性 但该结论遭到国际社会和众多专专家的质疑 世界卫生组呃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敦请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前增加透明度 配合世卫组织第二轮溯源调查 但被中国政府拒绝啊 第一轮来了就是吃吃喝喝啊 然后中国又送了不少礼吧 也送了不少钱吧 去武汉调查没有啊 啊 本来是到武汉去溯源的 然后调查报告啊 我不知道他们去没去 我不记得他们去没去的武汉啊 就排除了这些武汉病毒所这个泄露的可能性 这就是世卫的调查啊 然后现在总干事谭德赛啊 就是一直赖在台上也不下台 是谭德赛还要求二次调查对吧 但是被中国明确拒绝 中国现在就是要要求哎 你为什么往我中国来调查 为什么美国你不要求那个世卫组织到你的那个 德特里克堡调查 这是中国啊 美国情报机构能够在八月底前拿出明确的病原 病毒源头的调查报告吗 我认为尽管病毒数据库被发现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但美国情报机构能够如期的能否如期完成报告 或得出明确的源头结论尚不能确定 有可能在90天审查期限结束时 美国情报界还没有对新冠病毒的起源形成有说服力的评估结论 美国政府官员曾向CNN表示 有可能在90天90天结束后 拜登总统下令进行第二次调查 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对就是你90天如果还没有结论的话 那就是在第二次调查再给你90天或者再给你180天 怎么样怎么样啊 对吧 反正就是无论如何就一定要有一个结论 就是这次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啊 到底是起源于自然 起源于实验室泄漏 还是起源于哪啊 大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啊 那么这个他的第二段是什么 就是中国展展开的舆论舆论战 随着90天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大线临近 中国外交部战狼和党媒已经批挂上阵 轮番展开了舆论反击战 人民日报预告将发表系列文章批过西方的新冠病头指控 人民日报5号发表的文章宣称 在美国众议员公布了病毒溯源报告更新版内容老调重弹 继续兜售中国实验室泄漏论的弥天大谎 却没有任何证据支撑 没有丝毫可信度与科学性可言 文章声称这种毫无道德底线的卑劣行径再次表明 为了政治私利不断污蔑抹黑中国 美国政客已经陷入了走火入魔的境地 还美国政客走火入魔 我看你人民日报那个走火入魔 你自己在那造假一个文章 然后虚拟了一个瑞士病毒科学家 说美国是在操纵世卫是一种政治势力介入 结果虚拟的让人家瑞士驻华使馆给揭露了 根本就没这个人 而且瑞士驻华使馆直指 就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今天早上也做了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 你是编造的 你是假新闻 到底是谁走火入魔 对吧 这个文章里还说 上个月中国官媒环球日报报道称 受网民委托发起一个呼吁世卫组织调查 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公开信 截止到7月26号上午9点 联署网站证据显示已经超过1300万个网民支持签名 这个整个是环球日报 他就是一个迷惑大赏 这个行为艺术 还有什么1300万网民支持 什么民间那个联署 什么调查德特里克堡 这个就是你官媒自己牵头的 下面让下面 然后虚拟了1300万个网民 然后虚拟的签名 接着来中国央视对美国发起了四项指控 其中第一项指控是美国 陆军预备役军人贝纳西是把武汉 把病毒带到武汉的零号病人 但央视的报道没有提到 贝纳西于去年4月接受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专访时 公开澄清自己在参加武汉军人运动期间没有染病 第二项指控是美国最早进行了应付冠状病毒爆发的演练 事实上当天的演练只是桌上模拟演习 所谓模拟虚构病毒潜在影响 及输入也在新冠病毒 也是跟那个新冠病毒不同的 第三项指控是美国商务实验室突然关闭 但事实上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是在前年7月 就是2019年7月被疾病控制中心关闭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关闭原因 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厂出现了故障 并没有足够完善的系统 对其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 因而未能通过美国联邦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安全检查 人家是2019年7月 美国自己关闭的 自己关闭是因为自己评估 他的安全级别还没有达标 所以人家自己关闭 中共对美国的第四项指控的德特里克堡附近两个老人院 抱态不明肺炎 事实上是2019年德特里克堡老人院的病例与电子烟有关 他们在研究这个病例的时候 老人不明肺炎的时候 没有研究 没有发现新冠病毒 那么这篇文章的第三点就是说 美国有线电视 CNN引述消息人的话 称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情报部门究竟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 但是参与创建和处理这类病毒基因数据的机器 通常与外部云端服务相连 这使得他们有可能被黑客入侵 也就是说美国情报部门可能截获了中国的病毒数据 另一种可能性 这是传门在今年初叛逃到美国的中共高级官员携带大量资料提供给美国的CIA 美国具体是何种方式获取这种资料呢 目前尚无信息披露 然后这个作者认为他说 中共官员泄密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武汉疫情期间 中国军方随即接管了武汉病毒所 中国目前目前 据武汉疫情爆发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 美国通过网络技术截获病毒所 机密信息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病毒数据库是否媒体所指的中共最高级别叛逃官员提供无法确定 但不满习近平政权倒行逆施的官员大有人在 他们正不乏希望通过泄密阻止习近平的二十大连任 美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常把中国与前苏联等同起来 认为中共是铁板一块 这些党员忠于习近平共产党 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当今中国真正信仰共产主义那套教义的党员几乎绝技 就连习近平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否则中共集中抓捕信封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人士就难以理解了 点评一下中共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这个他们忠诚于就是越是底层的越忠诚于最高层的领导人 还有共产主义越是高层的那些干部什么领导人 他们越不相信这一套 所以说你如果叛逃出来的那些官员 他们如果说带一些资料出来 就是说提供给美国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还有一种说法 说什么前一段他说就是说 有黑客就是进入到就是美武汉病毒病毒实验所 研究研究所他自己的内部的网络 然后把那个资料然后把它黑出来 这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太大 为什么因为当初武汉病毒所 他就是在病毒一泄漏的时候 他就自己主动把这个网 就等于物理断网把它断掉了 到底具体是怎么样 我个人还是倾向可能他有中国官员泄密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这个文章里面还写 就是最后呢就是 这个文章里面还写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说 中共是马克思练义主义政党 习近平是斯大林的继承人 这个作者认为呢 其实都谈不上 今天加入共产党的大多是功利 没错 这个今天加入 现在加入共产党 基本上就是为升官 什么信仰啊 什么主义啊 你不是党员 你就升不了官 你就当不了那个一把手 当不了那个 前进不了 上升不了 就这么回事 就是入党 就是为当官 当了官 为什么 掌权获利 就是为了啊 40年代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早就被中国人民抛弃 中国人不像文革时代 国门紧闭 信息封锁 中国人公立自私 但并不愚蠢 中国人加入共产党原因很多 方便就业 就看我刚才说的 方便就业升迁 许多中共党员 信仰基督教佛教和道教 习近平最信不过的就是这9500万中共党员 习近平希望中共党员效忠他 对他们绝对忠诚 在中共极权制度下 人人都是撒谎者和两面人 忠诚没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习近平想用千年前的治乱世用重点的专制社会统治理念去恐吓党员已经不可能了 民治已开的社会是不可能再回到愚昧时代的 现在我们进行一下总结 美国情报部门获取的武汉病毒实验室数据库有利于揭开新冠病毒的源头 但能够在8月末公布病毒溯源报告还尚不能确定 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破解 中国政府对新冠溯源的达摩克利斯之间没有坐以待毙 已经开展了病毒源头舆论战 目的是扰乱视线搅浑水引导舆论 但强词夺理和无理狡辩并不能赢得世界的信任 谁被美国提供了新冠病毒数据库资料 我认为是中共官员 正如中共党校前退休教授蔡霞指出 中共不是铁板一块 他从1986年在中共党校系统工作 30多年与中共高层官员接触经历 至少60%到70%的中共高层官员是了解现在世界文明进步趋势的 他懂得只有民主宪政政府才能使中国长治九万 才能使自己获得人权保障与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 这篇文章完了挺长的 9500万共产党员 这个习近平就是当然他信不我 所以他现在要效忠 就像天津那个李鸿忠一样 就是绝对不忠诚 忠诚不绝对 你就是绝对不忠诚 现在是见一个打一个 就是他最害怕的 就是这些党员 尤其是这种高级的干部 把这个资料带出去 那前一段董经委叛逃 然后又有这个什么说这个 崔天凯至美不归对吧 当然这些都是谣言了 他但是这些谣言一出来就是风声鹤唳 现在好在什么 这个就是美国已经掌握了 这个就是说这个数据库 病毒这个数据库 他应当是来自于武汉 武汉病毒研究所 那么破解呢 这些东西 因为他原文 他全部都是简体中文 他需要现在破解 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需要既懂得中文 简体中文 而且他又是懂得 就是说这种病毒研究 病毒还有化学 这种 他是专业知识的人 来破解这些资料 我那天也说了啊 这个找闫丽梦吧 问闫丽梦 他应该是最比较合适的这个人 人选也许还有还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这些啊 时间也许可能会在8月24号之前 对吧 也许不会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啊 拜登已经下命了 就是说如果 这一次 没有任何结论 那么下一次二次调查 也一定要出结论 对吧 直到把他去调查 要有一个结果才可以 好吧 这段现在到这儿比较长